就给咱四伙做了个家庭办的这个经稿 现在咱这经稿成香浩瀚 嗯 万诺相前 这些味道也浓了 就是一尺 兜子一尺 咱这个兜子也万诺万诺一 这是咱上去个小吃 大家四伙可以做一下去 这米饰还起家泡的椰 这用就是长鞋的这个糯米 大蒸 起家泡了两小时 还有这个圆豆 泡的椰 还有这个米饰 咱就把这个蒸来蒸 把这个蒸来蒸 就把它搁到上去蒸上半个小时 咱头快一拿高二伙 把这个圆豆一搭 这个方角溅 除了圆豆也就是凉去 也好酥 把豆子搁在最上半个小时 在蒸来蒸好的 就凉一下 在这把米糟 起家泡好的 这个用满货慢慢糟 把米糟糕砍 把米蒸是一份 我一会儿为啪子的 咱这个蒸活 一有时间都把它去掉 不去就可以 这米是这三 这把米打起来 把米这个蒸好 把米这个打起来 可这不用就对了 咱圆豆这样去好的 咱这把料放到这 咱开始这炸盘炸 接下放一层 这儿 把这儿 这边摆开 摆开以后这个汁就无味的 再来一层米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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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鸡汁就铺成这样子 只把米放进去 一次一次去 咱这肺子就不炸了 再来一层米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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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顿就装起了一层 咱等三次 再把酱放到里头 摆开 看鸡汁酱 鸡汁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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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把这米放到这上 还是一层米酱 这儿 咱这开始蒸 给它拿筷子擦成绿绿 大锅下蒸 一个八小时 小锅这么两个八小时就好了 咱经搞这么满好的 这个酱你弄碳 去个洁面 一层米酱 咱经搞最好的 你看它尝一下好一行 咱我的朋友都喜欢拿 已经要尝一下经搞 拿不了的 这我也是我做一下子 好吃